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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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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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講義聽不懂就要用手我才知道 不過我就要用講義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二十頁這邊 我這裡的紀錄是什麼 說到這個奧義書 不予真我而氣露犯見 而是從無我而以氣露正保 是講到這裡 然後我們就從這裡開始講 這個其實是我們現在中國佛教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佛法 那個歸結到究竟是真常性的 就是真心自信 那麼如果依佛法來說 那麼你誤到所謂的真心自信 它是不能得解脫的 因為佛法是以無我 正到無我而得解脫 都不是正到真我 那我們對真我 有很多的這樣的一個名詞 靈魂如來戰 真心清淨心自信 自信心很多種 那這種其實都是跟放我 有一點點關聯 那因為佛法傳到中國來 那原來 所以印度佛陀 印度的佛陀到底講什麼 那個時候佛法跟傳過來 一直到 一直到這個所謂的 那麼唐朝 宋朝佛法 唐朝 南北朝佛法最新生的時代 那個時候都 因為那個時候 如來朝的景點很多都過來了 那麼會覺得 這個如來朝的說法是 是這個究竟的說法 但是如果我們從阿含經來看的話 阿含經從頭到尾 都是貫徹 以無我為解脫 緣起無我為解脫 就我們跟大家說過 佛法的核心其實就是緣起 離了緣起沒有佛法 那緣起它基本上就是 緣起無我 緣起無自信 講的就是這個 那所以後來 所謂的 所謂的真心自信的說法 其實是已經掺雜了奧利書 放我思想的說法在裡面 但是因為當時到底 第一個 當時的研究佛教的人 那麼並沒有這一種 以為這些所有的大聖經典 全部都是佛徒說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麼大部分的人認為阿含經是小生 他是解脫到 他不是大聖學者修學的 所以對阿含經 徹徹底底的講無我 他並沒有很深刻的認知 波爾經其實就是在 無我上深刻 就是抉擇真正的無我 因為佛陀講的無我的觀念 到了不派的時代 已經把無我變成人無我法有我 那波爾經不過就是 那麼所謂法有我 那個也是一個真心自信 那個是法有自信的概念 那個不符合無我的定義 也不符合佛書的無我 所以不斷的在釐清這些觀念 法性 那麼他基本上也是無我的 也是緣起的 就是徹徹底底的緣起 一波爾經的說法 他就叫做必進空 就是你推到最後面 其實還是緣起的 還是無自信的還是空的 那這個如果是 這個我們稍微 稍微現在稍微講一下 等一下在後面講 通常是這樣 那麼阿含經是 阿含經是根本 所有的大聖經也都是從阿含經 基礎 然後再不斷說明 說明這些佛法的道理 那佛法 以阿含經為主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 緣起無我的道理 緣起無我的道理 那麼因為緣起無我的道理 到了不怕 那佛命歐大概一百多年之後 一百多年之後 一百到兩百年一天 佛法就開始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了 龍數是 龍數是一百五十年的人 他是一世紀到二世紀的人 那麼 那個時候是初期大勝 他是初期大勝的極大成者 那麼 那個時候佛法也興盛 那佛法在佛命歐一百多年 他就開始興起了 那佛派裡面 佛派裡面最有勢力 就是抉擇最多 著作也最多 那個是說一切有不 那說一切有不 他基本上 那其實大部分的佛派 基本上 法來講 我們把這個問題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這裡牽涉到 所謂的奧利書的 正常法國論 所以在佛裡面 他基本上 他的一個核心的主題 他就是三四十有法體很純 三四十有法體很純 那這個法體很純 這個概念 所有一切現象 一切的現象就是一切法 一切的現象是一切法 一切的現象是一切法 這一切法當然就我們所能認識的一切現象 那這個法法就是六根跟六成 六根 所對的六成鏡 所以這十二處叫做一切 嚴格平子而生 你所對的射身相會處 射身相會處 好 那麼 如果佛派裡面認為 大部分的佛派 都是法體的 那佛派最主要的 佛派最主要的 就是 就是 佛派派的這些選者 他最主要的 就是在論說這個法 我們叫做阿彼達摩 他最主要論說這個法的 論法的 論一論法的 我們就叫做阿彼達摩 阿彼達摩就是在探討什麼 探討法性 法性 法相 阿彼達摩的現象所顯 你們應該也都上過很多課 也都讀過很多書 你們應該結像都上過很多課 那麼 這個阿彼達摩 阿彼達摩的現象所顯 分別 分別這個法性 法相 他在表明的道理 現象所顯 法性跟法相 法性跟法相 就是在講法的一個兩個重要方面 他的體性 以及他顯現出來的 這一些 這一些現象外相 講 講 講 主要的就是法性跟法相 那如果再有就是法體 法用 體相用 講多了 講多了就是華華經的實如是 性向體育作 因緣果報 本末究竟 講多了就是這樣 那一般來講 法性 法相 如果依這個 有部的 有部的概念 其實後來不管是如來戰 其他的各個中牌 基本上都有這樣 多多少少都有這種法體的概念在 那這個 這個有部裡面認為 這個一切法 假必依實 虛假為實 這是從有部裡面 文事也是這樣 從有部裡面 他認為 這個法 法是現象 這個法 這個法不是佛法的法 不是這個元起法 而是一切現象 一切現象 你說叫原生法 一切現象 你說叫原生法 因緣所生法 那元起法是一個理則 原生法是 因緣其法 而選現的種種現象 這個是 你要稍微分開一下 這個原生法的東西 那麼 他認為這 假必依實 他有兩個理論 就是 假必依實 其實 假必依實 就是依實立假 吸假為實 假必依實 或者叫做依實立假 依這個死 而立這個假 那麼 你怎麼知道呢 吸假為實 這個死就是 他法體到最後 有一個很長 很蠢的 很長存在 不生不面的法戰 比如說 不管是聖曼經 阿比達摩大聖經 華元經 乃至人人經 推到最後 從心性來講 都有一個真心存在 那個不是原起的 原起的會有生滅啊 那個是不生滅 好 那色法呢 比如說這個白板就好 那我們看得到的 聽得到的 這種種的 這個是一切法 它是無產的 它是生滅的 這些生滅的一切法 是原起的 沒有問題 比如說這個白板 這個白板是原起的 這我們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 你等一下把它抹燒掉了 我們要用 一起把它抹成粉啊 哪有看到白板 沒有 它不過就是很多的 法具體在一起 很多的這個法具體在一起 所以 但是 西分西分西到最後 有一個不能再分析的 不能沒有的東西 叫做脊尾 有時候叫做臨虛塵 這個東西就不是原起的啦 脊尾 有時候給它叫做臨虛塵 臨虛塵就是 不能再分啊 這個是最後分到不能再分的東西 它不會被破壞 它沒有生滅 它就是這樣 所以類似像我們的例子 我們知道所有的物質 都是元素合合的 這個我們也知道 比如說水 二氧化氫還是這個 H2O 把這些元素拆開了 就沒有水 元素聚合起來就是有 但是這個元素不能沒有 它是很蠢的 就這種概念 那麼色法 心法 依據責任說 色法 心法 心手法 心不相信神法 乃至無違法 都有什麼 都有這個法體 那這個法體本身 就不是生滅法 它是不生不滅法 很蠢的嘛 很蠢的 它就是不生不滅法 所以它是很蠢的東西是什麼 自信 緣起的 所以後來 後來波羅金才會講 他不講緣起無我 因為你也講緣起無我 我也講緣起無我 可是你的緣起無我 是有自信的 我的緣起無我是無自信的 所以他就強調無自信 強調空 空就是無自信 而且不是現象無自信 推就到最後也無自信 所以以後都必進空 諸法必進空 所以才會講這個東西 這個其實還多人不知道 那麼 因為這樣 為什麼 因為它跟所謂的 所謂的自信 所謂的放我 放我就是 它是最原始的存在 一切法都依它而有 那有時候我們講 自信親親親親是一切根源的存在 那這個自信親親親親 後來就慢慢變成 常熱我經 在我 這個是慢慢慢慢發展來的 原來講 無常苦空無我 到了寶氣經 它要說明這個法性法住法界的概念 它講無常 無常 常熱 無我經 常熱無我經 常熱無我經 還是無我的 到你當過內房間 常熱我經 那這些 這些 就是說 我們先了解一下 所謂的放我思想 後來怎麼影響我們 因為奧義書的放我思想 所以 人潔經 人潔經裡面 講 我說的這個如來像 不是放 這個是方便說 為了那一些 為了那一些害怕 無我的人 那麼而講的 所以它這裡說到 這一切法的原生法 佛法的核心是在我們圓起 圓起無我 那 徹徹底底的無我 那波勒經 抉擇無我的聖聖念 因為到了不怕 到了不怕 到了不怕 它已經講法體很純 的這個概念 所以它一切有 所以到了波勒經 為了要糾正 它所說的錯誤 佛法 佛法一直在 佛法的核心是什麼 圓起 那麼 怎麼說到這個圓起的 講中道 我們要知道 就是 術著說 它是從生命來講 術著說 苦 苦是怎麼來 有生老死而來 生老死怎麼來 愛取有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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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取有怎麼來 觸明色六路 六路觸 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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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受怎麼來 無明顯示 明色而來 就這樣 這個叫做束著說 那如果是 如果是四弟的話 就橫著說 這個苦怎麼來 就是這一些 愛取有 都是幾 那如何滅苦 滅 如何滅苦 要滅這個苦因 那滅苦之道 是八正剛 所以 橫著說 是四弟 束著說 是元起 十二元起 橫著說是四弟 有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 包括從釋迦牟尼火開始 都是這樣 等一下會講到 忠道 忠道是蠢中說 他不是折中說 他不是走中間 他不是 他就是排除兩邊 忠道 忠正如死之道 那怎麼知道 忠正正確 完全正確 無誤的 實在的道理 真實的道理 忠觀就是忠道如死正觀 忠道是忠正如死 佛法裡面常常講 如實知 如實見 如其事實而知 如其事實而降 就是這個法 本來是這個樣子的 你看到的 了解到 就是他原來的現象 真相 你看到的是真相 不是表相 不是外相 看到的是實相 真實相 這個 這個 叫做如死之 忠道 就是忠正如死之道 忠正如死之道 忠觀是忠道如死正觀 依這個忠道 如死去做觀察 那麼忠道他是窮中說 我們說元起是素著說 從生命流轉現象 數著說 從生命流轉現象 那麼 元起裡面 主要 主要 從 從這個 從這個苦其滅到苦 因為煩惱 蓋要橫著說 忠道是儲中說 儲中說的意思就是 理兩邊 他重點叫理兩邊 等一下我們看到課本就有了 理兩邊 這個兩邊就是 常見的兩種錯誤 那這兩種錯誤 這兩種錯誤 有不外乎是有跟無 所以 忠道 佛戰畏加戰略說的 世間凡夫 不是著有就是著悟 那麼理有無兩邊 像放我思想 這個就是有 有又是常 有無常斷 不是常見就是斷見 就是世間所有的觀念 外乎是常見跟斷見 62種邪見 主要是以十四無際為主 十四無際主要是以常見跟斷見 兩邊邊見為主 你離了所有的錯誤就是真實 離了所有的錯誤就是真實 就是他並不是實際上有一個真實的什麼 而是當你的智慧離了所有的錯誤的時候 那個就是真實 你經歷了所有的煩惱的時候 那個就是清淨 其實他是這樣子的 好 那這個忠道 基本上就是你有跟無的兩邊 或者有通常跟斷的兩邊 那麼 或者一跟一 等一下 我們看那個課本裡面也有 命一 命與生一 命與生意 命與生意 就是命 就是有一個靈魂 類似像這樣 我跟這個五運生到底是 合合的 還是 不合合的 離這個身心之外 有一個我 還是 這個身心就是我 那不萬用就是什麼 集運我 離運我 國人這兩個 多一個叫做相在 相在也在離運我裡面 常見裡面 集運我是斷見 好 那麼不萬用就是 常見斷見低見異見 有無常斷低地來去 生滅 那生滅就是有 所以都叫做八部中道 其實是這樣子 好 那現在 現在 我們 講這個無我 那佛陀我們剛才講 佛法一起是講 緣起中道 那麼 緣起中道裡面 它一直在排除 就是 以過去的 就是現在我們所執取的錯誤 要把這些錯誤去掉 或是修正 比如說他這裡講 他課本裡面有 比如說他課本裡面說到 奧義書的苦行以瑜伽 世尊曾經修學又捨棄 而攝取他的基督藝 用作修正的方便 而不落入苦行以修令主意 佛陀那前面的放我 那麼是捨棄掉 真我是捨棄掉 釋迦摩尼國的法 當然從印度當時 他所學習的貝陀經 還有他所認識的奧義書 那因為奧義書 在釋迦摩尼國成果之後 就開始流行 但是沒有廣為流行 並沒有廣為流行 但是釋迦摩尼國肯定是知道的 那這個他對於當時 當時有所謂的六四外道 那這裡是把它做分裂 不同的說法 那六四外道我們說 緣起中道 這一邊是四地 這一邊是中道 中道是寵中說 這個是他們不管是四地中道 都是在講無文 都是在講無文 好 那這個中道理念 中道理念 我們說他是把錯誤的觀念 修行的觀念 修行的行為 錯誤的去掉 那麼有一些 有一些是 他並不是通常是這樣 無意無力的完全否定 但是稍微就是他有些要修正 但是有些要否定 比如說持見 佛陀行來講 無意無力的苦行 否定掉 有一些苦行 他是對我們修行有幫助的 他有相對的意義跟利益 有益有利 有益有利的 他是有道理 或是他是有對我們的修行有幫助的 那麼這個就攝取 就攝取他有益有利的部分 就好像我們吃東西 比如說花生 花生殼是對我們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會把花生殼剝掉 吃裡面的花生 那水果裡面的種子我們是沒有吃的 所以把裡面的種子剝掉 吃外面的果肉 類似像這樣 那釋迦佛 釋迦佛 釋迦佛 他對於當時 還沒成果以前 流行的 他不愛 是沙門 婆羅門 那麼他 有益有利的 有益有利的 就攝取 因為這些都沒有解脫 所以沒有究竟的利益 但是也有利益 所以鑑定是購外道的 他比如說 比如說 過五不死 過五不死 剃頭 川家山 這個都不是釋迦佛發明的 這個是當時的沙門就有的現象 他們就是這樣修的 修殘殼 慈戒 這個也不是釋迦佛發明的 八關齋戒 齋戒 八關齋戒 是佛教的 但是齋戒 這個概念 也不是釋迦佛發明的 這些都是修行的基礎 釋迦佛以前也修戒也修戒 所以他知道這一些是修行的基礎 他是有益有利的 但他不能達到解脫 所以後來他在菩提術下 見到緣起 他知道這個是解脫 但是他的解脫也是從這個戒跟定 而來的 所以加上佛法的無肉位 結果就變成戒一婚 叫做三陣上穴 沒人經管他叫做三無肉穴 其實這樣子 他叫做三陣上穴 好 那麼我們無益無利的呢 無益無利的就捨起 無益無利的就捨起 比如說橘子手 一天去河裡面靜在那邊祈禱 像煙共 魔共這些完全捨起 持眾也沒有完全捨起 那麼這一些沒有意義的 也沒有利益的就捨起 有意義有利的就攝取 攝取來做修行的基礎 比如說陀陀行 陀陀行可以抖手生心 那是陀陀行有很多種 那佛教攝取的陀陀行大概是12種到13種 一座史 比如說樹下桌 比如說分掃衣 這種都是比較刻苦的 那麼這個是有助於你身心 策立你身心 是鑽到你的心鑽住的 是有幫助的 那麼這部分 這部分他攝取 吸收 吸收有意義的部分 排除掉沒有意義 沒有利益 有些甚至是有毒的去掉 這個是佛法 從釋迦佛以來就這樣 那麼大聖中官他也是這樣 去掉當時那些六派哲學的思想 或是怎麼樣 但是大聖當然也會吸收這些萬道的 吸收這些沙門的也還是有 那就是他有一些戒律 他有些在佛統時代是不這麼做的 後來吸收了 像持咒也是這樣 後來也吸收了 從佛陀滅了沒有多久 身團就開始吸收這個作品 所以在很早很早的時代 佛陀時代沒有 佛陀時代是完全禁止 佛陀時代是完全出家 是完全沒有唱歌這件事 他有back 但是不是我們現在的換倍 就是換半不是 那後來就慢慢吸收了外套 因為這一些 這一些基本上是從佛陀門 吸收佛陀門跟沙門的一些概念 慢慢慢慢又加進來 那這個中道理念 我們說他最重要的就是離兩邊 離兩邊 叫做離兩邊行中行 離兩邊 兩邊就是錯誤 我們說不是長見斷見苦 他通常是這樣 兩邊理念 修行的觀念 極跟緩的兩邊 心態 修行的心態 極跟緩 修行的方法 離苦跟樂的兩邊 那麼修行 修行所正的 真定 離有跟無 常跟斷 一跟一 來跟去 身跟滅 離這兩邊 所有的兩邊 都不管是這兩邊 最主要就是兩邊 講多了 講多了 比如說 這個62件 講多了就是這樣 再多一點就是96種外道 那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離兩邊理念 那麼 現在佛陀所謂的 當時的佛法 當時的佛法 離兩邊是怎麼來的 他通常當時 佛陀還 佛陀還沒成佛以前 印度的佛教 不是佛教 印度的宗教 基本上就是佛羅門教 佛羅門教 跟沙門 沙門是新興宗教 釋迦國那個時代 不久才引起的 這個是新興宗教 佛羅門是已經流行很久的 廢陀間 離聚廢陀最早可以 吞到西岩前兩千多年到三千 可以 最慢的阿大伯廢陀應該也是西岩前一千年 佛陀是在西岩前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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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慢的阿大伯廢陀 阿大伯廢陀本來是三明佛陀門 後來把原住民 達羅維獨人的信仰 文化也架進去 變成他們主要是奏 習真懷祖的奏 阿大伯廢陀 加進去 變成四廢陀 原來只有三廢陀 叫三明佛陀門 後來變成四廢陀 也加進去了 後來佛教也把奏加進去了 法障部 大眾部好像也有 都多了一個奏障 把所有的奏結集起來 變成有紀錄議論障還有一個奏障 所以這個在佛教的發展史上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佛陀門是傳統宗教 西岩前兩千多年 一開始廢陀思想就流行 到了西岩前一千年 已經有四廢陀了 佛陀是在西岩前五百年 那個時代有新興宗教 叫做沙門 沙門是春家人 這個是傳統宗教 這個是新興宗教 這個新興宗教是反婆羅門的 反對 反對最主要的就是他的三大綱領 這個我們應該有說過 這個佛陀門至上 因為我們太久連上 把這些觀念弄清楚 佛陀門至上 佛陀門這個種姓 是皇族的 王家的學法 不是說王家 是說天上神的 神家庭 是從犯天的口化成的 是最尊貴的 應該值得所有人的供養 佛陀門至上 廢陀天 廢陀是神的啟示 後來有十廢陀了 所以苦樂是由天 不由焰 由天 天來決定 這個天真也是犯天 這個祭祀萬人 那你的福樂 災壓 都從祭祀 可以增加 可以消除 你要滅苦 你要焦 你要征服 你要征慧 都有不同的祭祀法慧 就叫祭祀萬人 通常這個是佛陀門的三大綱領 好 那麼祭祀裡面 就有方法有持眾 種種的戰眾這些 那西西宗教裡面是沙門 沙門裡面 這裡 因為這裡有講到 當時他是做歸類 那沙門裡面 我們寫這裡好 沙門裡面 阿伊多 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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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仿佛羅門 他不認為 不認為 那麼要以祭祀 要以沸頭為主 要以佛羅門為主 那麼佛羅門有在家有出家 有在家有出家 因為他們的生命已經 一生下來都被問過了 就一定好 到了幾歲 是幼兒寢 到幾歲 是學習廢頭的時間 到幾歲 又結婚 那麼養家養養的時間 到幾歲就要去修行 然後就開始出家了 那沙門不是 沙門都是年輕出家 當然佛羅里也有 叫做飯支 叫做飯支 以飯為止 那麼沙門裡面六師阿伊多 他都是出家 沙門都是出家 所以他剃頭 著家沙 然後其實 這個都是原來沙門的習慣 釋迦佛不過就是進成這些習慣 釋迦佛怎麼知道要出家 他不是做王子的時候 看見了出家中 那個像他沒看過 他後來原來出家是求解說的 所以他就出家 出家之後他是穿王子的義武 去到那跟一個獵人 那個時候沒有特補駕沙 他是跟一個獵人穿的義武破破的 然後不是那麼鮮烈 不是那麼好看的 他就把他好的衣服跟那個獵人換 第一天穿的衣服是那個 後來就開始去修行 就苦行 先修財定修苦行 是這樣的 後來的駕沙當然 我們現在的駕沙 現在我們這個叫長駕 但是也是跟駕沙的意思 類似像一樣 那佛統時代 基本上他就是幾個原則而已 幾個原則 素樣上不能太多 善見 質量上不能太好 要眨眼產品作品 顏色不能太鮮烈 不能太花 所以要染色 要染色 而且不能染鮮烈的顏色 不能染正色 青黃赤白黑 要染目染色 然後或是這個灰色 類似像這一種 就是顏色不能太鮮烈 不能跟世俗一樣 然後布質量不能太好 然後素數量不能太多 大概十兩 後來又要割解 要割一解一解 本來是整塊的 本來原來的 本來就是去解的 紅紅蒙蒙蒙 不同的顏色要染色 同一色 就是不要嘩嘩嘩嘩嘩嘩 然後後來就變成 布料不能太好 而且覺得 因為那個時候 布料是很珍貴的 比丘的布料太好 容易被脫 容易被脫了 為了防盜 開始要把一塊好的布料 割解成幾塊 因為在家裡脫了沒用 所以 所以 原來那個 五一七一九一 要割一解一解 割五結 割七結 割九結 後來還有 後來這個叫做福田一 那原來福田一最主要是要防盜用的 原來是這樣 所以 你三一不能離身 你要洗個澡 你要手擾得到的地方 因為你沒有了一年麻煩 其實是這樣來的 好 那這個阿姨 這個是沙門 他們也都有他們的夾沙 基本上 那個時候的沙門的夾沙 其實是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大家都是穿的比較 一般的 所以佛陀剛出家的時候 沒有特定有佛教的夾沙 這件事 沒有 後來慢慢慢慢就 開始有很多不同的貴賓 好 那麼阿姨多 富蘭 脫福土 這我們有說過了 脫福土 末前裡 這個是六四外道 他各有不同的思想 那這裡就在講這個 那麼善若隱 寧見子 寧見若體子 這個是苦行外道 一般 我們叫做苦行離系論 這個叫做懷疑論 慢論 不知論 那 這裡 唯無論 這個是無因論 這個是元素論 這個一般我們把它叫做 邪運外道 叫做宿命論 你現在的行為都是過去決定好的 那麼這一些 佛陀 佛陀把這一些當死沙門 沙門婆羅門 後來奧伊蘇是犯我合一的 真我的 真我思想的 這個是奧伊蘇 那這個 犯天就是真我 那 佛陀把 那這些有常見有斷見 比如說這個叫做斷見 阿姨多維吾論是斷見 斷見是啟運我 那麼大部分都是在常見裡面 離運我 離的運有一個我 那麼有一些 有一些元素 他這裡面有說到 有做分類 好 那麼佛陀 我們會發現到佛陀 說的佛法 說的佛法 首先要兩邊 所以他第一個跟吳比丘講的就是 修行的方法要以苦跟熱的兩邊 當時的沙門婆羅門 不是一苦就是一熱 不是苦可以成道 也不是熱可以成道 那麼不偏於苦也不偏於熱 那麼不管你苦跟熱都不是問題 問題是苦你會起撐 熱你會起貪 重點是貪跟撐的問題 那貪跟撐怎麼來 貪跟撐從我界我愛中來 重點是這個 所以並不是一定要像 像這個離間子 就要苦行 不斷的折磨自己 讓自己受苦 熱就會消除 熱消除了 過去的熱消除 現在的熱不詐 我們就解脫了 佛法不是這樣說的 所以他會 你會發現到 他先把當時錯誤的觀念 一一地排除掉 如果當時有解脫有正確的 佛陀就不用 有心心 更有一個地區大殺的動 不用 他就跟著他的血就好啦 他就解脫啦 但是當時其實是沒有一個解脫的 號稱絕者 號稱勝利者 號稱解脫者 其實都不是 號稱虐喊的 其實都沒有真的虐喊 所以佛陀才會 把這一些當時為正言正 為得言得的 這些叫做正上邁 包括他去修禪定的 阿羅羅加蘭卡佛羅摩洛茲 他也以為是解脫啊 那把這一些 把這一些 即使不是解脫的觀念 先認清楚 排除掉 不能得解脫的 所以叫做非因即因 這個是不能得解脫的 比如說你苦行 你就可以得解脫 這個是修行的方法 不能得解脫的排除掉 這樣的境界並不是解脫 也排除掉 所以你陸勝友要先斷什麼 斷戒進去 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那麼這個錯誤排除掉 接下來就是勝正確的 如果還有錯誤 就再排除 當時錯誤不外遇 就是這兩個 兩邊的長劍斷劍 有根 所謂政見世間極 一連生的方 不生世間無見 政見世間滅 不生世間有見 就講這個 那這個觀念我們要很清楚 這個觀念不清楚 其實你以為你在修佛法 其實都不是 那麼這個是當時他排除這些外道 沙門 婆羅門 那麼講所謂的忠道 講所謂的忠道 那麼忠道所見的 其實是緣起 所以叫做忠道實相 那一般就叫做如實之 如實見 有夜報而無受者 講這個 好 我們來看 看這個 看這個課本 他說 阿威蘇而來的苦行於瑜伽 瑜伽就是一定 瑜伽其實現在講的 所謂的身心靈的合一 那麼 世尊曾修學又捨起 像現在也很流行瑜伽 什麼樣什麼樣 瑜伽一定很多怕 但是瑜伽的根底裡面 瑜伽的瑜伽根底裡面是由我見頭 他有所謂的身心靈 有它的靈 有那個靈性的部分 那瑜伽對於身心的合一裡面其實有幫助 但是你要小心 不要變成真 就是 你修得越深 你我借我愛越深重 你無我更能 會這樣 所以你要了解到佛法核心 它其實是無我 所以他說 世家曾經修學又捨起 六年苦行 瑜伽就是他跟 他的兩個修弟的老師 一個德無所有處定 一個德非想非非想處定 阿羅羅加蘭卡佛羅摩羅子 所以他曾經修學 但是他發現 不能得解頭 那地很容易 有所謂的涅槃之間 但他不是真實的涅槃 所以修瑜伽 很容易到達那個境界 你以為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所以這個就被講非我祭國 那麼修苦行 你認為苦行就見 因苦而死就得解脫 這個是非因激因 那我們的修行 很多都是在非因激因 非我祭國裡面 你有一些感應 你覺得這個就是修行 這個就是境界 這個就是清淨 這個就是虐白 你看到你的清淨心 你以為這個就是解脫 非我祭國 你應該是看到無我祭祀 看到遠起祭祀 一切都是無常有為 心不見證 心是虛妄 心不愛 又是受想行事 那非我 非我所 那你要看到這個祭祀 當見有法 不見有我 這個是阿含金佛法裡面 不斷反覆強調我 但是我們後來比較沒有這樣 又是受到 從南北朝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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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中國國教就是正常維新的 因為南北朝最流行的 一直流行到水場 就是什麼 大波裂環節 大波裂環節是正常的 講常樂我節 有福利談場 談場 那到了水場 談場 水場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 把法法基跟 跟什麼 跟大波裂環節 當作是最領頓的 最後面的一樣 也是 他雖然也講中道事項 但是他的中道 天台的中道 唯士的中道 跟如來賬的中道 跟阿恩的中道不一樣 這個你要了解 好 那麼他說 不落入苦行與修定主義 魚章是修定的 那苦行是重戒 重戒 所以戒跟戒 後來就是我們共識間 佛教共識間的修法 世尊所說的正法是東方的 重現實 重變化 自由思考 自由思考這一塊 我們現在的活教 我們幾乎沒有 集體不斯文 人家說什麼 也不會去想 到底是跟不是 對跟不對 為什麼這樣做 到底在哪裡 我們不曉得 我們為什麼要修行 什麼叫做修行 為什麼要修行 怎麼樣修行 都沒有分清楚 我們為什麼要學 我們要學什麼 怎麼學 都不知道 反正以前的人就這樣教 我們就這樣子學 以前的人這樣說 我們就這樣做 都是佛說的 都有道理 修就對了 不是 不是喔 不是這樣喔 要弄清楚 所以 主張 種族 平等 斯加坡強調 這個 這個 所有的人都可以得解 不管你是 差畢力 是婆羅門 那麼 是費者 是守陀羅 婆羅門最高總性 那個是你自己奉的 最高總性的人 吃壞的東西也要拉肚子 生病了也會痛苦 也是會死 那麼最低總性的手頭樓 最高總性的 身體髒了也要用水洗 你不能說我最高總性 我身體不會髒 我身體髒的時候抖一抖 髒就不見了 不會 也是要用水洗 也是要用水洗 就是守陀羅 最低總性的 那個是被打壓的原住民 被打壓成最低等的公民 不能翻身的公民 那麼 他用水洗 他即使髒了 用水洗也可以乾淨 跟婆羅門一樣乾淨 婆羅門用水 用的水 跟守陀羅用的水 是一樣的水 一樣可以洗乾淨 並沒有說守陀羅 因為他們認為守陀羅是不可處責 是一輩子都不乾淨的人 其實不是 守陀羅休閒也可以得解脫 婆羅門休閒也可以得解脫 婆羅門造惡業也會多惡道 守陀羅造惡業也會多惡道 其實是一樣的 重點不是你的出生 不是你的血統 不是你的父母是誰 不是你長得好看不好看 高矮性別 不是這個 是你的心 你的道德 真正的婆羅門是具有道德的人 具有智慧的人才叫做婆羅門 那個叫最高總性 不是我的父母是婆羅門 我就是最高的 不是高跟不高在你的道德 那所以他主張種族平等 是四種階級 四種種性 反對廢徒的權威 比東方沙門團 那麼東方的沙門團 這四種階級 原來是加皮羅尾 我們看到地圖 加皮羅尾 就在上面這邊 那麼他這邊 基本上都叫做東方 那麼東方的沙門團 採取一致的立場 一致的立場 就是我們剛才講 他都是反對廢徒 反對廢徒的權威 反對婆羅門是最高總性 也反對透過祭祀 所以沙門 沙門團裡面沒有人在辦華會 沒有人在辦祭祀老會 犧牲祭祀 火共 煙共的這一些 沙門團裡面沒有 因為他們反對婆羅門 這樣的做法 會怎麼樣 會得解脫 他們大部分都是修竊跟修殿 還有重思考 大部分是這樣 他們也沒有在持咒 沒有 這些其實我們現在的 很多的所謂功課 其實基本上都是 是受婆羅門的影響 釋迦果原先的沙門團裡面 他是反對婆羅門祭祀萬人的 反對這個 也反對祭祀萬人就是 祭祀就是他們當時的法位 有一些事 釋迦果就有說過 那些犧牲 殺牛 殺羊 來祭祀天主 他不隨行 那你其他不犧牲的女法位 你的宗教方式 他也不會說不好 但是也不說好 但是會殺生的 祭祀這些 他不隨行 他覺得這個不好 這個會造很多殺業 這個本來要修復的 結果修不到福 還造了一生的罪 福無戒指 福報沒有一顆戒指 戒指就是最小的種子 那個菜籽很小的 我們說花生 花生大一點 福報沒有花生 一顆花生那麼大 戒指就像芝麻這樣 那麼小 福報沒有一顆 一粒芝麻那麼大 但是罪業 罪業像虛榮山那麼重 好 我們先下課